我們也擔心被抓,實在講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懂法律的人 基本上我們是在法律邊緣做這個228的平反運動 那一方面李勝雄律師也是長老教會 所以跟教會的關係 他們教會也比較肯支持這樣的運動 所以我們198年開始 第一次開記者會就是我們三個人一起召開記者會 以後我們在全台灣二十幾個縣市 都辦了演講跟遊行 那時候戒嚴還沒有解除 戒嚴是87年的7月解除 所以既然戒嚴沒有解除 那時候就沒有集會遊行法 所以等於我們每一場集會 在統治者的心目中都認為是非法的 因為不能申請 他每一場都不准 何況要遊行 那時候根本在台灣沒有這樣的遊行 所以每一場都被政報部隊包圍 我跟南同其實都被棍棒交加打得很兇 但是那個競技突破了以後 當然後續連續兩三年 其實228的這個平反的運動就越來越壯大 第一年的時候其實很多人不相信 說國民黨政府怎麼可能道歉 怎麼可能賠償 他還在執政 他從來不會認錯的 他怎麼可能建紀念碑 怎麼可能把228訂回國定紀念日 但是後來三四年裡頭 我們的訴求都實現了 可是我要回到 鄭南同他不是只參與這個228的平反運動 事實上在那個之前之後 他推動要解除戒嚴 所以在龍山市 他有一個519的這個運動 是要求廢除戒嚴的 其實他爭取言論自由 就是說他把那個禁忌 一個一個去打破 然後第二個 他一直提升那個言論的層次 從解除戒嚴到228平反 到最後他喊出他主張台灣獨立 在這個演講會上 那到最後其實他犧牲是因為他刊登了許世凱 寫的這個新國家憲法 就是台灣憲法草案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從要求廢除戒嚴到參與228平反 摧毀這個國民黨統治的道德基礎 到他主張台灣獨立 到他要自憲建國 他是一步一步的 一直把他的言論層次往上大 那他怎麼爭取 我覺得爭取 因為言論自由本來就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他不是用言論爭取 很多人認為他辦刊物 所以其實這個言論自由也包括出版自由 他認為本來這個刊物就不應該被查記 那他要看什麼文章 他覺得我沒有觸犯任何法律 所以你法院要調我出庭 我不出庭 我不出庭 我拒絕出庭 所以他是用行動爭取言論自由 不是靠講話 其實認識政安隆口才都知道 政安隆口才並不太好 他演講也不是那麼的會演講 可是他就很簡單 他想什麼就講什麼 但是我覺得他是用行動然後用身體 因為坐牢就是要失去自由 就是身體要被監禁 後來他拒絕出庭 他也監禁自己 他就把自己關在雜誌室裡頭 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時候要來驅體他 所以他不逃的 他說我不躲避的 我就在雜誌室等你來 所以他用身體用意志 很堅強的意志 在爭取他的言論自由 其實到最後我覺得他是用生命 他拒絕他的生命 最高的代價 去爭取言論自由 所以我要說是說 台灣人的歷史 政府建論主義的人是很多 要去主義的人也很多 讓官方唱歌也很多